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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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神圳特区 扑东新区一样 都是国家级特区 前年大级 你说的是真的 中央真的要在熊安建一个副首都 2017年 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帮老人 在河北的农村又花了一个圈 别唱了 别唱了 那照这么说 那熊安比我们石家中 还要高半个头了 那其实是高半个头啊 我们最多都是人最伴的 人家是富国级城市 真是一步登天啊 那这熊安农民一夜之间就成了首都人民了 不 我估计这熊安农民还没有死相准备呢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我估计还得审议一段事情 诶 对了 你不是有个远方亲戚在凶先的想象吗 哦 对 你不说呀 我都给忘了 那个呀 是我三叔的大姨子的表嫂的二弟的大侄子 叫大柱子 哎 父母啊 死得早 只给他留下了一间房和两母弟 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穷的 连媳妇都没讨上 还在打光棍呢 怪可怜的 可是呢 现在就不一样了哦 这药神一变就是收毒居民了 这神价 地价 房价都跟着暴涨啊 那现在说个老婆肯定不是个难事 说的也是哈 那要不明天我去问问 咱们啊 给她介绍一下 对 这谁啊 我去看看啊 哎呀 你说巧不巧啊 说草草草草草草就到 这位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那个三叔的大姨子的表嫂的二弟的大侄子大柱子 这位啊 就是你姐夫 这个啊 就是你姐夫 姐夫好 你好 你好 赶快请坐 请坐 来 坐坐坐 坐 大柱子呀 咱们都这么些年没联系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是三叔给俺的抵制 说是让俺来找你们 三叔让你来找我吗 是出什么事了 大姐 你也知道 俺那屋屎的人了 也没偷个媳妇 之前都嫌俺穷 可现在不一样了 中央决定把受毒牵到俺们区安去 俺们现在也是受毒居民了 也该偷个媳妇来 找对象啊 那你怎么不在你们当地找啊 总来我们这儿了 当地跟俺提起的客多了 个条件都太差 俺都没看上 哟 你有什么条件啊 你怎么就看不上人家了 特别提了 跟俺介绍的要么就是寡妇 要么就是离我混的 年龄跟俺差不多 陪不上俺 你呀 是想找一个没结过婚的 年轻的 是不是 那你们当地也有好多 没结过婚年轻的姑娘呀 大姐 你不知道 就这几天的事 我们那儿年轻没结过婚的姑娘 都被外地的甩哥老板 都给呛袍了 你怎么没上俺呢 所以三叔啊 还是让俺来找你们 找俺们给你解说对象 对啊 三叔还说呢 俺们现在也是寿妇居民了 身价不一样呢 可不能随便找一个就凑合了 以俺们现在的条件来说呢 在大城市比较好找 那你都有什么条件呀 跟我和你姐夫说说呗 条件也不高 就是二十五岁以下 没有混石的 年轻漂亮的 硕士学历以上的 盈眉留学的优先 啊 大姐 这条件不高吧 不高 不高 那我们帮你找找看啊 大姐 要是实在是年轻漂亮的 海鬼也不好找的话 青华北大毕业的也讲究 不会一定要漂亮的 身高不能低于一米七零 啊 北大 青华 也还算将究啊 大姐 我还听说了 这北大 马上就牵到我们青华来了 改名叫熊安大学 简称熊大 青华大学也要搬过来了 改名叫熊安第二大学 简称熊二 哎呀 这还蛮配的 醒后这谁叫说 尚叫说 不会前职熊安 否则其不成了熊式 哎呀 哎 你们聊聊 我要去看看是谁啊 那一笔六八的行不行啊 那上上上 爸 这是我男朋友 这是我爸 伯父你好 男朋友 你什么时候叫上他 你怎么没说起过呢 呃 我们交往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不是怕您不同意吗 所以就没敢告诉你 现在时机成熟了 才带回来见见你们 爸 咱进去说吧 等等 成熟了 我看还不成熟嘛 你真喜欢我女儿吗 喜欢 喜欢 我要娶她 娶她 娶她 你游房吗 哦 没有 那你游车吗 没有 爸 那你没房没车 拿什么缺女儿 你这什么都没游 来我家干什么呀 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 伯父 我家是安息农村的 哎呀 这孩子 你怎么不早说呢 来来来 外面房大 进来说话 还是我女儿有眼光啊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